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俄军密集空袭基辅 18枚导弹全被拦截 中国罕见或海参威使用权 背后内幕引关注 一辆货车两年埃罚27.5万 河南官员直言 财政缺钱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似乎越打越顺手 不仅俄军两位高级指挥官阵亡 乌军还持续向巴赫木特的北侧和南部推进 随着两军在战场上接触 乌军发现俄军竟然没有激烈抵抗 不战而退 14日 乌军已经夺回了十多个俄军阵地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斯尔斯基上将表示 这是战斗以来乌军的第一次成功 16日早晨 基辅上空连续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俄罗斯从陆海空同时发射导弹密集空袭 乌克兰政府宣布 俄军发射的18枚导弹全数被击落 其中包括6枚高潮因素匕首导弹 匕首导弹是俄罗斯研发的最先进的一款 空射高潮因素导弹 再次证实了爱国者防空系统具有强大的拦截能力 基辅的天空一度亮如白昼 随即导弹碎片从天而降 散落一地 4日 乌克兰空军部队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一枚匕首导弹 那是乌克兰首次成功拦截匕首导弹 打破了俄军过去所标榜的匕首导弹难以拦截的神话 而这次乌军在一夜间连续击落多枚鼻鼠导弹 说明爱国者防空系统性能极为优越 乌克兰发布的这个消息应该是真实的 因为在防空拦截中数据是最难造假的 因为一旦拦截失败就会有目标被击中 是无法隐瞒的 高超音速导弹为什么难拦截 主要在于它速度太快 每秒钟可移动高速1.7到3.5公里 再就是飞行时具有一定的机动性 通常在其飞行的末端并不遵循固定的弹道 所以要拦截这样的导弹是非常困难的 军事评论员沈舟撰文表示 爱国者二型防空系统采用的方式是 拦截弹在抵达目标区域时爆炸 产生的大量弹片形成局部密集的弹幕 只要敌方导弹被弹片击中 就会偏离飞行轨迹或者失效 这表明爱国者二型还不能百分之百 做到拦截弹与敌方导弹点对点的创击 因为采取了爆炸弹片的创击模式 以增加拦截成功率 爱国者三型防空系统的拦截弹 不再采用爆炸弹片的模式 而是采用了点对点创击模式 并且直接创击敌方弹头 这表明爱国者三型已经能确保点对点创击 除了先进的雷达能实时捕捉敌方信号外 升级后的电脑系统能快速准确地计算敌方弹道 并指挥拦截弹发射撞向敌方导弹 普京2018年在为匕首导弹首次亮相揭幕时 曾宣称这是俄罗斯六种新一代武器之一 标榜这一款导弹打遍天下无敌手 北约对它也束手无策 如今这个超级武器的神话被打破了 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核武器基本上就被废掉了 因为核武器是需要导弹发射的 那么普京以后再对全世界进行核讹诈就没有用了 目前号称将高超音速导弹用于实战部署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 中共高层看到俄国匕首导弹被拦截恐怕也傻眼了 因为中国导弹无论是性能还是数量上都难以和俄国的相比 中共用于攻击台湾的导弹 主要是东风-11、东风-15和东风-16 东风-16正在取代大部分早期的东风-11和东风-15 这些导弹与俄罗斯的匕首导弹不是一个级别的 性能很可能还比不上伊斯坎德尔导弹 在爱国者防空系统部署前 俄军的伊斯坎德尔等各类导弹就时常被拦截 也有不少自己偏离了目标或中途失效 就在乌克兰准确发动七代已久的大反攻之际 泽连斯基旋风般的访问了欧洲几位重要的盟友 三天访问了意大利、德国等五个国家 他在视频中表示 漫长的三天我们带着新的防御包回家了 乌克兰大反攻在即 泽连斯基本来应该在国内坐镇指挥的 他却在这个时候旋风式的拜访 只是为寻求更多的军事支持吗 分析人士认为 他可能在跟这些国家谈一些秘密的事情 可能讨论在俄欧战争结束之后 欧洲的政治势力版图如何重新划分的问题 14日凌晨 泽连斯基从意大利抵达德国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已经在柏林了 武器强大的计划 防空 重建 欧盟 北约 他很可能是在为战争结束后做准备 比如战争的赔偿 战犯的审判 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应该如何分裂等等 16日 欧洲领导人在冰岛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 这是欧洲委员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以来 举行的第四次峰会 46个成员国领导取予一堂 表达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讨论如何向俄罗斯索赔 前几天 轮流接待泽连斯基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德国总理舒尔茨 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苏奈克 他们都会出席这次会议 泽连斯基也将通过视频会议发言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会议最终声明草案 欧洲委员会将批准一项新的损害登记 来记录因俄罗斯入侵而造成的损害 损失证据和索赔机制 欧洲很多国家主张设立一个特别法庭 审判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普京恐怕要大难临头了 早前 传出克里姆林宫有一个败战流亡计划 普京前幕僚曾透露 普京最先考虑流亡中国 但认为中方配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而否决了这个构想 改为南美的阿甘廷和委内瑞拉 俄罗斯寡头谢勤 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关系良好 据说这是普京最后的应激计划 中俄双方日前罕见达成协议 自6月1日起 俄罗斯允许中国使用海深威港 海深威原本是中国的领土 但在江泽民当政时期出卖给了俄罗斯 外界分析认为 这是陷入俄战争泥潭的普京 被迫向习近平送上的礼物 这意味着中俄关系更加密切 同时俄罗斯正在成为中国的附庸 中共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 2023年第44号公告称 从6月1日起 海深威正式成为 中国内贸货物跨境运输的中转口岸 这意味着中国东北内陆地区将打开出海通道 由此以来 中国东北城市通往内陆的货运 将大大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 以往东北三省货物运往中国内陆城市 一般是首先运到1000公里外 辽宁省的港口装船 但使用临近的海深威 仅需200公里左右的距离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 俄罗斯向中国送上这份大礼 是因为俄罗斯迫切需要中共的帮助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西方很多国家都是俄罗斯的大客户 结果在开战后都跟俄罗斯闹翻了 俄罗斯开始彻底依赖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海深威本来是清朝时期中国领土 1858年清朝被俄罗斯打败后 与俄国先后签订爱辉条约 和北京条约 将海深威等地区割让给了俄国 但是后来的中国历代政府都不承认 这些条约的合法性 但是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后 与对方签订正式协定 承认包括海深威在内的土地属于俄境 在一顶书中 江泽民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 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 江泽民还将图门江出海口划给俄国 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中国经济衰退 各地政府罚款创收未然成风 一辈货车司机两年收到58张罚单 罚金高达27.5万人民币 罚款理由都是超限运输 据媒体报道 路过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的许多大货车司机反应 自己频繁接到罚款通知 一名记者跟车采访发现 一辆货车明明装货时没有超重 但是经过内黄县一处超限检测站时 却显示超重几吨 当地官方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 棒是有敏感度的 都有误差 但是这个解释很难让人信服 许多司机表示 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棒不准 他们不认可称重结果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能挨罚 因为罚得太厉害 很多司机表示真的没法干了 内黄县检测站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是无人检测站 货车通过时不需停车 只要驶过检查站的地棒 即可继续上路 测到货车超载后 电子检测系统当时不会给司机提示 但事后当地交通部门会根据记录 邮寄给司机一张罚单 问题是罚单并不是在法律规定的事发30日内送达 有些车主几个月后 甚至超过一年后才接到 想申诉都已经过期了 在记者暗访时 河南官员直言 经过三年疫情 现在政府财政都没钱了 内黄县这种做法并非特例 多地交通部门都在想方设法 甚至不惜制造各种陷阱 来薅司机的羊毛 各种罚款理由千奇百怪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